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进了我们公众的视线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80后 85后 更有一些人不到30岁的时候 身家已经过亿了 那今天走进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 除了有我刚才说到的 很多人羡慕的幸运之处 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 就是用时下很流行的一个词 叫做小鲜肉 有多鲜 它的颜值有多高呢 其实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编导特别准备了一个小片 好友的控诉大会 它长得就不像是创业的 又高又富又帅 白白嫩嫩小鲜肉 它的颜值太高了 以至于让我们整个公司的男员工 都很有压力 这小子很爱自拍 是我好友圈里最热爱自拍的CEO 追女孩子的招数特别多 他们公司里面有一大堆女生 都愿意为老板无场加班 一次到KTV就基本为我们什么事了 具体怎么样 我们先打个替你听 老板无lies さ place to play 南无地 尽早去窗横 IO 看看镜子里的我 CO desenvol 突然发现我发心睡的有点酷了 一点点改变 有很大的差别 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 最近比较烦 最近情绪很调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像大声尖叫 要调整自己 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丁军 新一代的朋友 我们要的加油 大家记得真的说 要一直努力 努力 永不放弃 才可以改变世界 多么改变自己 毛靖翔 杭州米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1988年出生于北京 17岁被保送至浙江大学 大学期间 创办杭州37度美食工坊餐饮连锁 杭州东家公寓室酒店连锁等 22岁被哈佛 耶鲁等20所世界顶尖大学 同时录取 后进入全球排名第一的沃顿商学院 攻读MBA 24岁回国 创立迷屈科技 专注于手机游戏开发 及移动应用两大板块 今年3月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 2015年中国30岁以下创业精英 我其实也关注了你的微博 你每天用多少时间放在自拍上 要没有 因为我公司也有做社交产品 我也是通过自拍 作为本身做一个社交用户 去体验这种感觉 你自拍是为了体验自己的产品 不是因为对自己颜值特别有私信吗 没有了 没有了 今天站在这里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 我们把舞台交给你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米区科技的创始人 董事长兼CEO毛景祥 很多人其实在生活中过 加以了很多光环的头衔 比如男神 高富帅 其实我的创业故事 跟高富帅或者男神 一点关系都没有 像我的话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业 我记得当时是我17岁的时候 通过竞赛保送到了这家大学 那个时候因为提前一年 进到大学里面 我没有什么事情做 那时候最早的话 我记得是联合了几个保送生 然后大家一起做了一个辅导班 我记得很清楚 那年夏天 我们印着这些辅导班的传单 传单基本上把我们整个寝室 全部都覆盖了 当时隔壁上洗手间的 没指的时候来我们这边进 然后我们整个夏天的时候 基本上每天都在这些学校门口 蹲店去发传单 然后通过这样子 算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大概几万块钱的样子吧 后来呢 我在大二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是禽流感 当时我们这大学生都喜欢 去后街 有个腐败街 那边的话就去那边吃喝玩乐 但是那个时候的话 学校的后门有个小门 天哪的话要七点几前关门 所以大量的学生 他没办法处 就到学校外面 我当时在想 我说如果我在学校能开一家 适合聚会的餐饮店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些流量红利 都会涌向我这边呢 那我就想开始了 但那个时候呢 学校有一排新的门面房 在学校里面 非常便宜的租金拿下来了 因为没有真正的创业工 也犯了一些错误 那个时候没有跟老的 这些我们厨师签劳务合同 后来呢就是发现一个问题 每次去买材料的时候 他总是让我去买一些进口 最贵的材料 而且材料用得特别快 我当时算了一笔账 我觉得我的买材料的成本 和我每天店内所赚取的营业额 它是不匹配的 那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呢 他打开了很多材料 就把它放在里面 故意把它放坏 结果我也不理解 他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他一直这么做 我后来就实在没有办法 我说那对不起 没办法 你这样子继续这样经营的话 我确实没有办法合作 然后这个厨师长就说了 那好 我走可以 说你要付我十倍工资 然后他说 因为你没有过签劳务合同 然后你是违反劳动法的 他说要不就告你 要不你付我十倍工资 然后这样威胁我 所以后来我就不同意 然后呢 然后他后来就去 真的去法院去起诉了 起诉我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才大二 大二的时候我正在上课 然后突然西湖去法院 一张传票过来了 然后当时所有的学生 辅导员都傻掉了 当时我也不懂劳动法 但是呢 也没有多余的钱去请律师 跟我们学校法学院的一个学生 借了一本《劳动法》 我花了一整晚通宵 去看这个《劳动法》 然后一条一条去对 然后第二天呢 去西湖去人民法院 调解员说 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嘛 然后我说我自己给自己辩护 打官司以后 其实是我胜诉了 因为其实即使 没有签劳动合同 或者是你就算是加班 他也是按照当天的考勤表 来算的话 也算双倍工资 或者三倍工资 不会出现十倍这么夸张 然后问题解决了以后 又出现问题了 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据说你是这大的学生是吧 据说你创业拖欠员工工资 说这是不道德的 我们要采访你 这辅导员就找我谈话 说这个事情其实很有问题 就舆论也闹得很大 那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 我就把我的那个 法院的判别书 包括整个情况告诉他 那这个事情最终才算解决 那其实通过这个事情 我后来去反思 在创业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如果当时我妥协了 可能你在后续的一些 创业的过程中 你会不断地去妥协 后来我觉得 其实我在管理上 应该是有一些经验的 因为我做了几个项目之后 包括我本科也是学IT的 有一些专业背景 但是我觉得我在金融方面 它是有一个短板的 后来我就当时就出国留学了 然后后来回国以后 创立我现在的公司 米区科技 刚回来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当时是四个合伙人回来 然后住在成熙的一间民族房里面 最总的话 我把我大学的时候 第一笔创业资本 投进去我大概几百万 全部烧光了 有一天就是我们去 后来去跟投资人谈融资 第一次谈融资失败了 回家的路上 然后那天下得特别大雨 我记得杭州我印象很深刻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 很多车都被淹掉了 然后我们坐在那个补丧里面 它那个雨刮期 因为雨很大 雨刮期还是坏的 然后我就有合伙人开着车 我在旁边 我手在外面 拿着雨刮期帮他刮雨 因为看不到前面你知道吗 我用手帮他刮雨刮期 心情很复杂 那时候觉得 是不是选择创业这条路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很迷茫 然后觉得大家了 然后最后 而且这个阶段 恰恰是我另外一个合伙人 我们当时回来的四个合伙人 有一个合伙人离开了我们 所以我们当时三个人 坐在车里的时候 真的是我们在想说 我们是否适合创业 或者我们的这个路 是否能走得下去 然后迷茫了一段时间以后 其实我觉得 我做一个创始人 我既然选择把我的合伙人 拉到国内 选择跟我一起创业 然后那个时候 我还是鼓励大家的 我说其实我们应该 更多的去坚持 我首先第一点 对于我们年轻来讲的话 我们选择了创业 我们现在有什么 我们没有钱 对吧 我们没有工作 或者我们没有 如果说我现在 有一个亿的时候 我会担心说 我这个资本可能会打水漂 或怎么样 会有这样的顾忌 如果我有一份 非常好的工作 我可能当上CEO了以后 我可能会担心 我去创业的时候 我这个工作就没有了 我是有一定成本的 试错成本的 但是我们年轻 我们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们现在去创业 哪怕是最后失败了 其实我们积累的这些经验 对我们以后来讲 也是一笔财富 所以我们就坚持了下来 坚持了下来以后 后来的话 就是我们当时 找了我们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觉得 可能我们需要更务实一点 先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 通过去做游戏这个行业 先把自己企业的生存问题解决了 后来的话 就是我认识了 我另外的两个合伙人 当时在百度企业内的 我用我的话的话 我们公司团队当时 杨青加土炮的一个模式 然后就开始了 就开始干了 干了以后 这是一个转折点 然后公司在这个之后的话 就会慢慢越好 越来越好 然后大概是在三月份的样子 我拿到了第一笔投资 我记得当时去拿这笔投资的时候 摄像头董事长他问过我一句话 他说小毛 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 我说我最大的梦想 其实就是想成为 全世界最年轻的 上市公司的创始人 我说我能跟我选择的 我选择对的合伙人 选择对的方向 把这件我们共同的梦想去完成了 谢谢 刚刚其实在做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候 我们现场有很多观众 开始对你有了一些 这个想法和问题了 我们通过弹幕来看一下 刚才我看到一条 就是其实你 我也很想问 你一直说你其实开始的时候 没有钱 然后很节俭 所以你创业初期 完全没有靠家里 对对对 确认为最艰苦的时候 当时用父母介绍打电话说 说你好不好 说过得辛苦 说打钱给你 生活费 我说很好很好 我说我这边电影经营得很好 其实真的是很辛苦 然后他说最苦的时候 人群吃了一个月泡面 大学的时候跟女朋友出去 我就靠面子嘛 怕出去又要请女朋友吃饭 然后我就说没时间好忙 然后自己在寝室每天吃泡面 出去吃饭能蹭一顿试一顿 我想知道你那个时候那么忙 又穷 在创业过程中 你还没耽误你谈恋爱大学的时候 女朋友后来 整天不请我吃饭 怎么回事啊 其实真的是 因为没闲请吃饭 那个时候跟父母吹过的 最大的牛是什么 我母亲当时想让我在美国待嘛 当时因为我也拿到华尔街 投行的一些好的提供 也有些上市公司 给我抛出橄榄枝 有不错的薪赠 但我就说我想创业 然后我就跟我父母说 我说你给我一年时间 我说我就在杭州待着 靠自己的能力 能混出什么样的人样 如果我一年以后 还是很事板 混得不行 我说我可以听从你的安排 现在父母对你目前的现状 满意吗 比较满意 其实我父母对我来说 要求非常严格 我记得我从小学的时候 学过很多什么画画什么的 你说安排了 我去学很多东西 让你拿过很多奖 但我记得很清楚 其实每次拿奖的时候 我父亲从来没有夸过我 他每次都说 运气好 运气好 可能是其他人没有那么厉害 或者你这一次 这个评委的眼睛有问题 是吧 就选上你了 他可能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 不断地激励我 所以我从小来说话 也一直想证明给他看 说我不是运气 我是有实力的 那其实刚才我们今天 这个现场的三位青春追梦人 也是听了毛静祥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这种创业历程 你们会有什么想跟他交流的吗 我觉得今天叫青春追梦人 有点讽刺啊 是啊 我比静祥年纪还要大 对 我比你大一两岁 我叫包坤 然后我也是以前竞赛 加分保证 我是保证病教大 然后学的也是理工科 然后在一个理工科学校 念了一个理工科的本科 然后去美国留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种趋势 其实我觉得你公司的融资的情况 也说明了这种趋势 就是现在不管是投资人也好 还是媒体也好 他们会有点刻意地去讨好 这些年轻的创业者 特别是90后 对 就给他贴各种各样的标签 90后要统治整个天下了 对吧 各种霸道总裁 对吧 就你有觉得媒体和投资人 在追捧这种感觉吗 因为很多像我身边的90后 我都喜欢倡导这种 我要颠覆传统行业 或者我要打败你 或者我要颠覆整个行业 那其实我觉得更多 其实年轻人 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企业家 更多的需要传承 比如谦逊 比如能吃苦 比如踏实 比如实干 这些精神是需要我们传承的 当然我们年轻人世上 也有很多精神 是值得他们去看中和学习的 大胆 敢干 有颠覆的精神 有创新精神 我觉得靖翔真的像他讲的 你看他回答问题 非常像一个70后 就是他不冒险 偏移了主题 其实我想问得很简单 就是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业者 88后 你觉得你的年龄优势 或者你的颜值优势 对于你融资有帮助吗 我觉得 我觉得反而是负面作用 就我一直很苦恼 其实我这个长相 没有给太多人信赖感 就是尤其是 我经常去谈投资 或者是很多人 第一眼见到我 我就觉得 肯定是一样东西 除优的一个主 然后 而且我之前的话 像我记得上一次 有一次是浙江日报 过来采访我 他觉得你真的是 一点一点都不立志 而且觉得就是说 肯定是又是一个包装出来的 所以我希望 我也希望 以后的这个 我们能接触投资人 或者是以后的这些团队 在更多的是 看重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更多的看重我们产品 所以如果现在给你一个选择 把你和包坤 你们两个人的脸换一下 你愿意吗 那我还是不希望 包坤 包坤对不起 他还是不希望 他会担心 我觉得好像我也没有到 自于到 你也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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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风格 类型不同而已 我们今天现场 中间的这位非常漂亮的女生 是程旭媛 做了五年了 她特别有意思 我们的编导跟她说 来录节目 穿一套正式一点的 或者是漂亮一点的衣服 然后这姑娘就很坦率地说 程旭媛没有好看的衣服 也没有正式的衣服 她今天很漂亮 因为我经常是对着电脑的 不对着人 所以说也不怎么太关注 这方面的事情 你现在想要有什么问题想的 据说你是公司的挖掘机 特别擅长从BAT挖掘人才 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东西的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也很欢迎你来我们公司 现场你就挖人了 你都只是看了一下 这个才是一面之缘 你就挖它来 美女程序员我们公司非常欢迎的 可以对我们男性的程序员 大大加强他们的积极性 其实很多人进入一个团队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他的付出和他的收获 可能并不一定成正比 所以在我们公司来说 有一个其中的话 也是我提出来的 我们是相当于国内应该第一家 合伙人之前进行股权对赌的公司 像我们之间的话 每年会拿出5%到10%的股份 进行重新分配 所有的公司的成员 都会对我进行考核 如果我没有达到的话 我可能我的股份会被稀释 所以说我们公司的话 我一直倡导的时候 我们公司是狼性文化 如果是一只狼 几只狼 我们几只带头的狼 放在羊群里 那我们几只狼 可能很长时间的话 会变成羊 进行试试狼性 但是如果把一只羊 放到狼群里面 它慢慢它的狼性 也会培养起来 其实你刚才说 你有这个股权被稀释的风险 你的合伙人也有 对 他不愿意吗 不愿意的愿意 这么霸道 我们再请另外一位合伙人吧 他刚才说到的 这个股权对赌的这个事 跟你们商量了吗 有跟我们商量了 同意吗 最初 当然同意啊 真的假的 不要因为录节目 因为 因为我也有可能 就是有增长股票的机会 但你也有被股权 被稀释的可能 这样子的话 公司才会有竞争 才会每个板块 都想尽力地做得更好 我们程序员 听了之后好像 觉得没有很吸引你 是不是 我可以说一些 有什么小的 跟其他公司不太一样的 对 小细节吗 我们比方做我们程序员来开发 它们其实没有像 我不知道你平时的开发 会不会很枯燥 它们其实比较好玩的 像它们在开发一款 我们公司有一款 那个社交产品 比较多具的时候 它是一个专门 去基于活动的一个社交软件 那我就给他们定指标 我说你们所有的程序 每周至少过约两次会 这是任务 可以比较好 就为了开发你的程序 也强迫人家去约会吗 对呀 它们本来是没有这样一个 推动让它们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 我说你要贴近运户 你自己都不是一个好的 没有社交属性的这个程序员 你怎么能设计出好的产品呢 这样的小细节能打动你吗 杨盈 可以考虑 主要我们公司帅哥很多 这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 还有问题吗 学长你好 我是这大研究生石川林 所以也是你的学弟 今天节目组跟我说 现场有一位男神 有一位女士 还有一位大叔 就是非一个负责导笑的 所以我就过来了 定位很清晰 好 那像其实米婿发展非常快 两年之前的话 你们还只有三个人 注册资本可能只有三万块 那突然两年之后 咚的一下 你们就拿了20亿的估值 然后拿了几千万的投资 还好几轮 会不会担心公司 这样的一个速度 成为第二个反客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说公司发展得很快 但是我随之而来的话 我没有过多的优越感 我更多的是担忧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就像一辆快速的列车的时候 那我就是这个驾驶员 我在想前面会不会走错路 会不会出现事故 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所以说我在整个创业过程中 一直都是非常小心的 能避免所有的问题 我都想方设法地去考虑它 你刚刚说到了高速行驶的车 其实有过驾驶经验的 很多我们的驾驶人知道 如果你在速度非常快的时候 其实一粒很小的石子 都可能导致你这个车失控 你最担心和最害怕的 一颗小石子会是什么 其实我最害怕的石子是什么呢 我不怕这种产品不好 也不害怕就是说 我没有拿到投资 这些都不是问题 其实我一直在反复强调的时候 我想做一公司 不是一款单个产品 去上市的公司 一定是团队 我觉得对我们公司最讲 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团队 人是最有价值 因为产品是死的 人是活的 你产品可能会被淘汰 逐渐被淘汰 但是你有第一批很好的团队 会不断地做出有创新的产品 我最怕的是什么 我最怕是我们这个 非常有凝聚力 非常团结的一个团队 如果有一天 大家中间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其实我是最担心的 所以说我在更多的精力 会是放在人上面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华商启示录》 本节目的广播版 将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惊奇之声》独家播出 也请您倒是关注 在我身边的这位 85后的创业者毛静祥 通过他今天跟现场 我们所有的观众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 这样一个交流和分享 我们似乎也看到了 他的创业经历 不只是像他的这个外表 一样光鲜亮丽的 也会有艰辛 也会有他自己的各种苦楚和困难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希望你今后的这个创业之路 能够越走越顺利 但现在我们要把舞台交给你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最想说的一句话好吗 好的 我不是高富帅 但是我的梦想是希望 每一个我们公司的同事 都能成为高富帅和白富美 我是米区科技毛季祥 欢迎加入米区 当我面临回国 还是留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是我们的货帅 我们是5倍那omas 我们是3倍那边的 然后我们是我们的货帅